今天我们做一道四川名菜 麻婆豆腐 虽然它是很加强的菜 但要做的正宗 还是要掌握一些技巧和要点的 好吃的麻婆豆腐 通常我们需要吃出它的麻 辣 鲜 香 嫩 烫 这些特色 正宗的麻婆豆腐 我们用的是四川的汉原花椒 汉原花椒需要处理一下 就是在锅里要炕一下 完了之后用擀面杖把它给碾成粉 这个是我已经做好的花椒粉 这个辣 我们用的是四川的皮线豆瓣 和这个一些干的辣椒面 两个一起来呈现的 那么鲜呢 我们通常是用牛肉馅和一些高汤 如果你没有牛肉馅 猪肉馅也可以的 那么豆腐呢 我们通常选择比较嫩的豆腐 这样的话它做出来的口感呢 就会好一些 就会非常好 那么另外还需要一些豆豉 这个是蒜末 姜末 另外这个呢 是我们中国的蒜苗 这个也是这个麻婆豆腐 很重要的一个食材 那么这个呢 是水芡粉 因为豆腐最后呢 我们需要勾芡的 先把豆腐切成方块 现在再切一下这个蒜苗 斜着切 另外呢 这个辣椒酱也需要把它给剁细 现在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豆腐呢 焯一下水 加一点盐哈 擦水的目的是去掉这个豆腥味 擦好了 这个大概一分钟左右就行了哈 一两分钟啊 先在锅里呢 倒上油 这个麻婆豆腐需要油多一点哈 最好呢 再放一点猪油 这样的话 就会更香 然后把牛肉末倒进去炒 翻炒 好 这个牛肉末呢 一定要慢慢的炒 直到把它炒得 酥脆为止啊 现在看一下哈 这个肉呢 已经比较干了啊 比较酥香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加入豆瓣酱 继续翻炒 把这个豆瓣酱的这个香气也给炒出来 也要炒得很酥 这个麻婆豆腐的这个 前面的这个炒很重要哈 这个炒制的过程很重要 然后加入干辣椒面 然后再炒 继续炒 这个时候火可以小一点 好 现在加入蒜末 姜末 豆豉 继续炒 现在可以闻到很香的味道出来了哈 好 好 现在加入高汤 等这个高汤开了之后呢 下入豆腐 注意哈 这个豆腐呢 要轻轻的推哈 这个盐呢我们都不需要放了 因为那个豆豉啊 豆瓣酱啊 都是咸的哈 然后再加上我们焯水的时候呢 豆腐焯水的时候也放了盐的 所以不需要再加盐了 现在呢可以撒一点花椒面进去哈 让它入那个 麻的味道 现在呢我们开始勾芡 这个麻婆豆腐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勾芡的方法是什么呢 它要勾三次芡 我们先把它给搅匀 这第一次勾芡 为什么要勾三次呢 因为这个豆腐啊它比较出水 两次勾芡 两次勾芡 三次勾芡 三次勾芡了哈 可以再加一点点 三次勾芡了哈 好 最后呢撒上这个蒜苗 好 最后呢撒上这个蒜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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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了,一盘好吃的麻婆豆腐就做好了